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团圆的节目 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切分更重要的事情 中国营生文化八大精神 但在这个特首地儿这里 春节是家家户户必不口哨的一道消气 于一张妖蠢来年就想如意之一 春节的自杀是很讲究 面粉跟随也一定比你调匀心发带药 给它撈汤进去 很咸的 好 眼前这个做春节的撈水人叫豆润包 这样子 能有这个水的人已经去自口水了 狗狗是师父做规范 平时这个是好 现在人他们多久撤青撤青了多少年了 现在人在15年前就去世了 我都春节比的人住了现在半年了 已经公务团 1978年去的 这住了现在是2016年 春节住的后 脾子很重要 最年提朗是五分 看似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但其背后 却有着很深的门道 春节比的跟人家水的比的还不同 我一个比的水过来以后 在家里水的话 把旁边我喝着跟草包一样的一伤 一伤就一伤就一伤 皮子 好不容易 铺子 好脚 好薄 老头以前在贡污村 左门做春节 一天就要做到四欧十千年份 而这位老师一人 一个得行应收的工具 也很重要 每次提到这颗骨的油来 老头总是紧紧了 但是这好的工具 也需要长期结论下来的经验 一根热 就是水孔 所以烫了 烫了 加的 就可以下骨来 那么浓了 这个皮子竹不起来 骨大呢 就 皮子竹不得 八个 其实你骨枝上的精确 所以讲的就是相当于骨生和骨生 所以说明我们这个骨现在是活的 你还说实在是皮子呢 有那么多车 精确 精确 你这个皮子就切 entste 剩下来的 推下来的 春菌皮最好是个衣的 是它包起来更加的顺手 如果先皮安的话 老豆也有它的通风法 你先安 时间稍微别长了 弄了毛巾下的 整起来之后 刚才一吼了油 它皮囊就回溶了 弄给奶奶们了 特别的春菌皮 初一天大的春菌皮 要適合家庭 要各式的皮 各式的皮 合不 合适 保住了春菌 又养的好选 吃吃了一口 这个皮拿了手 把这个面囊一碗 一盗 你可以说都用不着实 它就出来了 说话的这一位正是老豆的老婆 老豆做唇卷皮子 老婆林阿姨就左门保唇卷 把皮子放下来就弄姜糊一刷 姜糊一刷 这就绝了时间 这事一长长的太浪为时间了 这就开始剥 这个黑腥也不要过分豆 也不要过分少 豆腐纯粒不吹 说来切不到辣切不到尾 剥这个春菌也有下温 这个春菌剥的时候 也不能剥得太紧 太紧了以后 在这头 在这浆浆的 要剥的时候 要剥松的 做春菌汉性一定要好 豆沙是刘阿姨自己抹红豆 煮好了之后过滤 再熬煮的 所以非常的细 而机车也是手工占的 这里头的弯弯弯弯弯 都是有讲究的 春菌剥的时候 油温要改的 春菌上油温要适当的地下 慢慢地正翻翻面就可以出锅了 油温和的春菌 标皮教授 内南烂闹 很多人都对这道 传统小气 情有多少 这不仅仅是一道 豢然味道 这也是纯洁 团圆的味道 更是对新的一年 从我无限期待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